对于捐血活动一项不遗余虑的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 16号发起一项全球捐血活动 从六大洲设立了13个捐血站 台湾从头到尾设了18个捐血站 活动当天一起玩起袖子捐热血 展现经过不让须眉的女子气概 今天呢我们特别定在1月16号 我们全球四华姐妹热捐血的这个活动 最特别的是我们这次呢 总共有全球的姐妹三大洋六大洲的姐妹都一起来参与 那光是在台湾的20个分会呢 我们就设了18个点 台湾呢有13个点 那我常常讲说今天是我们全球四华姐妹热血沸腾的日子 今年是我们第一次是全球同步一起做的 所以今天这个时段是这个爱心是遍洒在全球的 那我今天能够来参与这个活动 我从当一个捐血者开始 我就来参与这个承办 然后推动在我们四华这个大群组里面推动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活动 海外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的分会也回复给我 就是因为有COVID-19的问题 所以很多地方的捐血都有人数的限制 所以他们对这个捐血的活动呢 还是一样排除万难的来做这些活动 血库为什么常常喊缺血 新竹捐血中心主任王云龙指出 全台平均每天需要用5000到6000的血带 而疫情的状况跟天气寒冷都会影响民众的捐血意愿 因此过年前夕 血库经常会出现库存不足的状况 新竹捐血中心目前的库存血液 只有维持在5天左右 那春节期间用血量很多 我们希望在这个阶段能够募集更多的血液 把我们的库存量拉到8到10天 这样子在春节期间的用血才会不予匮乏 我们在槟城今天也是响应这个总会这个活动 所以我这一次回来参加我们的总会的联会 也顺便一起参加我们这个捐血日 希望我们全球的姐妹与大众与我们总会同乡顺举 透过捐血活动 世华工商妇女气管协会 把会员们的心牢牢团结在一起 同时新竹地区也募集了1,221代的热血 让民众看见世华姐妹们的热情与魅力 凯博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